HELLO,大家好,我是YinKi 今天隆重開箱是一個超級特別的 就是我手上這個Chanel香水100週年的倒數日曆套裝 我們現在立刻開箱 又到年尾,他們每一個套裝都是一份小禮物 即是在12月內每一天都產一份不同的小禮物 你覺得很甜蜜 是不是覺得人生充滿溫暖呢? 好,我們事不宜遲立刻要拆這個套裝 好香啊,真的隔著盒子都聞到一股香味 中央大門戴 這個是我在法國寄回來的套裝 它現在已經斷貨了 只能夠是Chanel的VVVVIP才可以限購一套 非常之限量 拍片的時候呢,完全沒有Rehearsal過 也沒有偷拆過 所以我以下的落鈴的反應是非常之真實 好緊張 這個5號 美妝手出來了 因為它是5號 所以我肯定這個5號一定是香水的 打開它,有些黃金 附折的絲帶 然後給我鼓勵了 真是5號香水 不知道大家覺得Chanel的5號香水是香不香 我有些女生的朋友覺得5號香水有些味道太成熟 這個是perfume來的 濃度就比起一般的香水會濃一些的 因為一般的香水我們要用toil toil就是比較淡,perfume比較濃一些的 我們要一些香精 濃縮的精華 所以這個可能真的好像法國人很優雅 就這樣點兩瓶,搓兩瓶就已經很香了 接著做到第六個了 第六個 嘩,兇嬌嬌 真的怎樣? 真的怎樣? 它在哪裡? 沒有東西的? 什麼啊,這個是 這個是不是貼紙啊,還是什麼 什麼啊? 寶平安那些? 平安符啊 比私家車那些 不是,這個應該是 一個香水瓶圓形的一個掛牌 可能掛在聖誕書啊 或者 心推你怎麼用 第七個說這個大大盒 應該沒有那麼伏的 嘩,這個像這個樣子 裡面有包裝的 一盒東西的 哦 嘩,這個我超喜歡 這個是 No.5的手霜 其實它的化妝物是你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用的 因為我很喜歡油的手霜 所以這個No.5的手霜 我覺得超好用 我推薦大家 如果有乾性皮膚的女生 千萬一定要買一個 好,這個好用 這個好用 這份是最大禮的 這個最大盒的 好,到第八個 這個大大盒的 但摸起來是輕的 一定是伏 有什麼啊? 送個塵袋給你 喂 真的就這樣塵袋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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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個塵袋給人做什麼 啊? 哈哈 這個也是輕飄飄的 第九個 輕飄飄的 唉 啊 啊 怎樣啊 又是這堆 這堆復活節 還有貼紙啊 啊 貼什麼啊? 貼在車上嗎? 貼在女兒的功課上嗎? 哈哈 貼在哪裡啊? 我想說 我人生自從過了16歲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貼紙的用意在哪裡 貼在行李箱上 又好像很作狀 好像很低B 到第十個了 十號是我的號碼 因為我是十月生日的 所以希望它生生生生 這個呢 就有點神秘感了 打開它是一顆的 你看看 這些就有誠意了 小雪球啊 你看看 你來這些才吊在車上 剛才那些平安符就不要吊了 這個就是No.5香水的小水瓶 近看呢 就有一些雪花啊 有些頭皮 掉到你 好了 十一 十月十一日生日跟我 無望啊 還是聽到 哈哈哈哈 咦? 58色的唇膏啊 這個Chanel唇膏 一定是女士最喜歡的 我這個尺寸超棒 特別是現在的廢包 完全放不到原裝的大唇膏 哇這瓶超低色 超好用 還有這個好像剛剛寫上 是C用棉的 塗上有一點霧面的感覺 我覺得女士塗霧面的唇膏 是非常之有型的 到這個十二號 你有沒有告訴我這個是什麼 這個以我的 學識和智慧和品味來說 這塊應該是一個 Chanel的礦香石 可以將這塊石 放在一些香水和精油上 放在家裡 一一一樣樣 就能聞到這些 這麼清新的香味 這個包裝真的很沒誠意 你看 你起碼會黑過5 這樣 唉 沒有眼看 這個 13號這個 我不保存任何期望 很小的東西 而且是很輕的 沒有了 不是啊 在底部 在這裡 幹嘛這個 寫信 貼在信上 哇 這個現代人還要用的嗎 你貼在這裡 好帥 這個超小的 幹嘛 什麼啊 有些人跟我說這盒 有些伏 我都不太相信 可能是伏到這樣 送我薩家厭 14 14 這些有點看頭 這個 哇 我不適合用的 指甲油 現在還用不印 自己塗指甲油嗎 哇 這個顏色 Christmas Home 這個叫做 我記得新年 聖誕 爭取的機會 紅色只有這些 節日可以用 到第15 插到有點累了 開始 又是那些什麼 又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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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不知道夾什麼 纏什麼 16 這個 又是輕飄飄的 完全一些 期望都沒有 這個是什麼 應該都是香精之類的物體 對 這個是小小的香水 這個不值得提 17 用東西包著它做什麼 但是呢 它不見得人嗎 它知道自己 很菇熊嗎 一百周年 又是這塊東西 是不是綁頭髮的 又沒有彈性的 調到大小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 手繩的話 我的手繩未必可以 那女生應該也不行 我想這個是不是 性 性戀 之類的 好 18 18 18 又是大家最喜歡的貼紙 謝謝 19 嘩 差了幾樣廢 終於有一個好一點的 Chanel No.5 小型鎖匙扣 這個扣是勾上去的 你可以換一換扣 自己做個小耳環來戴一下 都更開心 這些東西勾在哪裡 好 到20 第20盒 這個我都有點重量 希望是好東西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真的 每一天都會拆一份 還是你都會像我今天這樣 全部拆開 這個就是No.5的唇膏 好漂亮 No.5唇膏 這個真的漂亮 到了21 還有10天 2022年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經常給我一些貼紙 我現在很沒人疼 很沒人疼 很沒人疼 我這塊是鏡子 我這個也有些用 前面是No.5的面 後面是一塊鏡子 23 衣服 喂 為甚麼這麼多這些東西 為甚麼 我以後不買chanel 我覺得 是否去了圓遊會 我們 好到24 24 這個是平安的東西 會是甚麼 不會是condom 對嗎 送紙給你 24號 平安夜 我相信一定有些圓機 我完全不知道甚麼事 平安夜 跟朋友說一下 Chanel No.5的歷史 這本東西 好了 終於一個大節了 25號 聖誕節 希望它生生成成 給我們一些人類應有的 開心和快樂 給我們 終於有一支真正的香水 這個是 跟我們開頭拆的一樣 這個是大支的 perfume 好像Chanel No.5的香水 都要兩千多元 我印象中 所以如果一支這樣 我覺得整盒東西 就圍回 哇 舒服了 25號 普知同慶 國昇這給我做這麼小的東西 看不到 你看 像掌心一樣 好 送個5字給你的 不代表甚麼 不好啊 不要再買Chanel 不是 27號 啊 終於是肥皂 這個是LUMBER5的肥皂 我特別喜歡用肥皂洗手 因為它的味道很久 而且沒有化學的味道 好 28號 是甚麼日子 沒有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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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有送你貼紙 哈哈 等等 這個貼紙有點誠意 用一些布貼上去 又是Chanel 又是一些東西 上面 啊 去到29號 還有幾日就過年了 大家 醒醒醒醒醒醒 這個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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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 5號扣針 想不到29號 29號好日子 2021年剩兩天了 30號和31號 我現在就拆了30號 這個30號這個也有用的 Body Cream Body Cream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你一年辛苦了364天 你只可以用最後一天去保養你的皮膚 好了,到這個31號 2021年的壞運終於走了 我都拆了 這個也沒有東西 年尾最後一天不是這樣玩我 真的是這樣玩你 為什麼一年的最後一天 這麼唏噓呢? 喂,你可不可以把這個放在5號呢? 你可不可以31號給我開心一點? 起碼給我唇膏 或者給我香水瓶 謝謝你 會更加努力做事 我一定會自己買我自己想要的香水 好了,我們拆完這個聖眼套裝 我們背後的女士都很鼓噪 有非常之憤怒 但是我身為幕前的形象帶子 我都要戴頭盔 香水套裝顧名思是紀念 香水100周年的一個倒數毅力 所以它裡面每一件事都很精緻 很值得紀念 包括貼紙和五字 深刻的記憶 第一,Chanel是有5號香水的 這件事他們做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 但是24號那本紙 我就真的覺得最無謂的那一遍 然後還有什麼是最廢的呢? 我覺得真的是貼紙 那我就覺得這個香水盒套裝 其實你說 抵不抵就見仁見智 那其實除了Chanel之外 所有世間常的聖誕日 倒數日力都是非常之限量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收到 千萬不要黑臉 就算男朋友送給你 你一定會... 哇,好開心啊 因為這些東西真的很難買 所以千萬不要辜負別人對你的愛 其實裡面的一些小禮物都很開心 例如唇膏、指甲油、香水 一般化妝品都很貴 所以... 圍一條素 補回貼紙 補回一些平安符 其實這條素應該都差不多 那好吧,這條影片就到這裏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